1938年12月17日,蒋介石到长沙视察时,以玩乎直属的名义,亲自下令枪毙自己的一名亲信,消息传到周恩来耳中后,周恩来立即设法营救此人,亲自找到蒋介石求情,希望能够宽恕他,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松口,很快,此人被执行枪决,此人究竟是谁,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为何会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周恩来又为何给他求情呢? 1924年,孙中山以广州为革命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积极筹备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很快,黄埔军校发布招生广告,一位名叫丰蒂的湖南年轻人前去报考,经过一系列出事,复事,丰蒂如愿进入黄埔军校第七二队步兵科,并加入国民党,在校期间,由于丰蒂作战勇猛,做事又精明能干,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蒋介石还曾单独召见丰蒂,并将自己的容装照片签名题赠 自从进入黄埔军校,丰蒂就一直非常崇拜蒋介石,积极追随蒋介石,并逐渐成为军校中右派分子骨干,能够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他自然非常高兴,也更加有动力 几个月后,丰蒂从黄埔军校毕业,先后担任过军校教导团排长,连长,后来由教官推荐,丰蒂开始在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丰蒂因为紧紧追随蒋介石,深受蒋介石的信任 他也因此一度接替曾阔琴担任黄埔同学会秘书 此年,蒋介石为了培养更多能够效命于他的军政人才,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自己出任校长,并任命封蒂为政治部副主任 后来,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以后,封蒂又出任处长,兼任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主任,追随蒋介石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918事变后,由于国内抗日反蒋运动高涨,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蒋介石不得不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以及政务院院长的职务 卸任前,蒋介石专门召集包括丰蒂在内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嫡系开会 会上,蒋介石神情凝重地对他们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现在时局艰难,你们这些人又不中用,眼看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听到蒋介石这样说,丰蒂等人认为,蒋介石是想要建立一个为他效力的核心组织 于是,丰蒂、周泽等五人就被推举出来,负责筹备该组织 1932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加紧了对这个组织的筹备工作 这个组织后来被取名为立航社,立航社成立后,蒋介石出任社长,丰蒂等九人被选为中央干事 蒋介石又亲自指定,丰蒂等三人为常务干事 由于这个组织的骨干成为干事,一共13人,又被称为13太保 1934年,丰蒂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立航社的第四任书记 1935年的春天,立航社的内部刊物,绝密文件司令塔中,出现了两张家业 上面有一份完整的刺杀汪精卫计划 汪精卫看到后勃然大怒,将自己得到的一册寄给蒋介石 为了表示蒋汪合作亲密无见,蒋介石立即找来丰蒂询问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丰蒂的重视 他没有认真调查,直接对蒋介石说 这两张家业不过是一时一分,时不至此 同时,丰蒂向蒋介石保证,以后断然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于丰蒂这个回答,蒋介石非常不满 生气的当场训斥丰蒂 几年来,在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声势中 英法自身难保,无暇东顾,以一质疑,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路子已经行不通了 这件事情过去没多久,又发生了孙凤明刺杀汪精卫案 由于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对立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因此,刺杀汪精卫事件一出 汪精卫的夫人陈碧君以及追随者 还有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纷纷将矛头对准蒋介石 认为此次暗杀事件,主使者是蒋介石 压力之下,蒋介石只好命令戴笠侦查此案 以正清白,戴笠经过调查,向蒋介石汇报 组织已经被敌人渗透 封替的主力书记陈光果,以及封替的朋友话可知 都参与了刺杀汪精卫的案件 而此前汪精卫在司令塔中看到的有关刺杀他的计划的家业 正是陈光果所为,目的是挑拨蒋汪失和 而此时,封替也得知他的好朋友话可知参与了此案 虽然此时他已经是三民主义力航社书记 兼任训练总监部军教处长,被蒋介石视为亲信 但是,刺杀汪精卫毕竟不是一件小事 而且,他之前还保释过话可知 大革命时期,封替与话可知成为好友 1927年,封替将话可知调到南京中央军校 担任正讯处长 他还设法让话可知再处理,挂了个秘书的空职 这样一来,话可知既可以领一份甘心 用意维持生活,又能得到风职的庇护 保证生命安全 此年,话可知被中统特工逮捕 秘密关押于南京羊皮巷陆军监狱 为了营救话可知 风职不惜与CC戏闹番 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 暗中将话可知保释了出来 之后,他又将话可知介绍到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手下工作 因此,刺杀事件发生后 风职坠坠不安 担心陈果夫等人会利用保释话可知的事情向他发难 果然,这件事情被捅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亲自找来风职询问详细情况 风职自知没办法掩饰 只好承认自己当年确实帮助过话可知 但那是为了将话可知争取过来 为蒋介石效力 为了增加可信度 风职还将当年蒋介石称赞 话可知是个人才的事情搬出来 蒋介石无奈 只能痛骂风职一顿 并撤去风职李航社书记一职 让他闭门思过写检查 1936年,风职被调到驻德国大使馆 出任陆军武官,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风职因此对蒋介石感激体灵 写了一封效忠信 发誓要反共到底 为伪作分忧 蒋介石收到信后 非常高兴 放任下属放走周恩来 被戴笠密告蒋介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突然向蒋介石密报 当年在上海亲共时 风职知情不报 纵容不下放走了共产党人周恩来 原来1927年4月 周恩来从宝山路天主教堂脱衔以后 图书馆与东方图书馆等地方先后失线 由于当时也已经深了 再加上情况不明 周恩来便想到浦东去避一避 于是周恩来雇了一条船 去了浦东 但是就在周恩来从浦东一个秘密交通站出来 还没走多远 就被国民党官兵抓住了 随后周恩来被押往薛月所率领的一师七团团部 该团团长名叫报警中 听说部下抓住了一名共产党要犯 他赶紧亲自出来审问 但是当他看到要犯是周恩来后 吃惊不已 因为他也是黄埔生 早在第一次东征的时候 就认识了周恩来 报警中虽然是国民党人 但他不赞成反共 再加上对周恩来心有敬意 便想要冒险将周恩来救出 与此同时 周恩来被抓的消息传到了师部 引发了师部军官的激烈争论 当时薛月因病住院 没人能马上下决定 因为副师长担心夜长梦多 提议马上枪比周恩来 这个意见 马上遭到了参谋长的坚决反对 他认为 师部有很多军官 都是黄埔生 周恩来在黄埔生中威望极高 如果贸然将周恩来枪毙 可能会引起队伍骚乱 因此 参谋长觉得应该请示薛月之后 再做决定 就在大家争论不下之际 时任时政治部带主任的 风提提出 想要亲自到七团团部 见一见周恩来 劝说他发表一个脱离 共产党的声明 最终 风提的意见占了上风 但是 就在风提匆匆赶往七团团部后 却看到报警中等人 正带着身穿国民党士兵衣服的周恩来 从关押处处来 看到他后神情慌张不已 原来 报警中想要亲自送周恩来离开浦东 风提看到这一幕 当场明白了报警中的目的 随后 风提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走上前去 与报警中等人瞎聊了几句 便匆匆离开了 之后 报警中等人带着周恩来渡过黄埔江 然后 根据周恩来的意思 在车上换了衣服 又将周恩来送到北火车站附近的澎湖区才离开 蒋介石得知这件事情后 震惊不已 也因此对风提的忠诚产生了怀疑 觉得风提虽然有才 但不能再重用 半个月后 风提被调离适从事 改认为军委会第六部总务厅长 对于这个调动 风提以为就是个正常的工作调动 因为这个职位是个肥差 他根本没有察觉到 代理手下的特务已经开始对他进行秘密监视了 1938年1月 风提被任命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查专员 兼任保安司令 同年10月 张志忠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并引荐风提担任长沙警备司令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 日寇又于11月10日 攻陷湖南重镇岳阳 加在广州与武汉之间的湖南省城长沙 在敌人的狂轰乱炸下 变得风声鹤唳 此时的长沙成为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聚集地 没多久 日寇沿着岳汉铁路 继续向湖南进犯 长沙的情况更加危险 岳阳沦县后 蒋介石和殷青等人离开长沙 与此同时 蒋介石下令 如果长沙失陷 未避免军用 民用设施以自敌用 要对长沙实施焚城计划 接到命令后 张志忠为慎重起见 对挑选焚城指挥官 做了很多精心安排 任命警备团长徐坤为总指挥 警备司令封替反复警告徐坤 只是焚城准备 并非实施 不得擅自焚城 应该以放警报 或者是奉省主席张志忠的命令 不料 11月12日凌晨2点左右 长沙突然起火 四处大火封街 丰替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后 大为吃惊 当时 长沙城内秩序已经大乱 警察宪兵全部逃走 他本想电告张志忠 但是 还没等回话 电话就已经中断 部下催促丰替赶紧离开 丰替觉得自己不能独自离开 需要先去找张志忠 于是 他赶紧穿好衣服 赶往张志忠住所 当封替走进张志忠住所时 已经是凌晨4点半 张志忠正在睡梦中 封替将长沙的混乱情况 汇报给张志忠后 张志忠也惊讶不已 此时日军还没有攻陷长沙 自己也没有下令 怎么会突然起火呢 由于这场大火来得太过突然 不知情的民众争相出逃 拥挤踩踩 造成很多伤亡 这场大火 一直烧到14日才熄灭 长沙城一眼望去 全是断圆残壁 据初步估计 大火烧毁了五万庄房屋 二三十万民众无家可归 死伤两万余人 伤残者不计其数 尤其是从抗敌前线下来 暂居长沙的四千多名伤兵 无疑幸免 当时周恩来 叶剑英等人正好住在 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起火的那天晚上 周恩来在看望郭沐洛等人时 还说 我刚合陈城 张文白通了电话 张文白连说两个风平浪静 看来今天晚上 大概不会出什么岔子 你们安心休息 我也准备好好睡一觉 明天一早赶往南越 由于那几天周恩来非常忙 连续两天几乎没有睡觉 因此 那天晚上忙完以后 他就合一入睡了 大火烧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 疲倦不已的周恩来与叶剑英 还在睡梦中 根本不知道长沙 已经成为一片火海 他们被鼎沸的人声吵醒后 门口已是火光冲天 满地硝烟 来不及多想 周恩来与叶剑英 分别提起一个重要皮箱 从还没有被大火封住的后门冲出去 跟随人群跑向香江岸边 一路上 他们听到有小孩声嘶力竭的叫喊爹娘 爹娘大声呼喊孩子 那种凄惨的情景 令周恩来等人非常同心 跑到公路上后 周恩来与叶剑英挤进交涉 才搭上国民党的一辆卡车 前往湘坛 惨剧发生后 民怨沸腾 下令对长沙实行交赌政策的讲解时 瞬间被推上舆论风口 而作为警备司令 封替虽然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 却也内疚无比 恨不能自杀以泄民众 强调要保持人格 起初 蒋介石收到张志忠电报时 并没有想立即处置风替 还说不能冤谋 自知难逃其咎的风替 在口供笔录中表示 一切责任由我全负 临时军事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一零年 但是 由于民情激愤 再加上国民党体制内外 很多人都非常不满 蒋介石来到长沙后 要求严惩大火肇事人员 看到判决报告书后 蒋介石亲自提笔在判决书上批示 风替身负长沙警队全责 玩忽职守 殃及民众 枪毙 20日 风替与徐坤以及另一名人员 一起被枪决 执行枪决命令前 周恩来得知判决 立即赶来向蒋介石求情 但是 蒋介石说总要有人承担罪责 风替因此没能改变被枪决的命运 而对于这场大火的起因 风替曾在日记中写道 是因为部队指挥系统混乱 难以号令 感谢观看